主料,五常大米100克,鲜虾120克,海苔一张,辅量,手撕醋,盐,准备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这是买的鲜虾,大米淘洗干净,浸泡半小时,米,水等于1,1.3左右,上锅蒸,泡米蒸饭的时间处理下,去头去皮,留下尾巴上的皮,去掉腥线。 这是处理好的虾肉,现在米饭也满好了,加入寿司醋,搅拌均匀,将虾肉放入容器,加少许食盐和水,山锅蒸熟,等虾肉变红,把手洗干净,手上蘸着凉开水,将一团米饭摊开,放一只虾,慢慢将米饭收口,团成球,这是做好的大饭团,取一张寿司海苔,折成三份,用剪刀剪开。 九小张差不多是正方形的海苔,将海苔包在饭团底部,这样还防止粘在盘子上呢,因为是七个饭团,九张海苔,所以,剩下的海苔随便演了形状裹在了饭团上,也蛮好看哈,烹饪技巧。 真虾除了一些水,后来拌在了米饭里,不浪费。 呵呵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